吕秀莲登记联署参选2020后 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曾与吕秀莲会面 但双方没有共识 之后卓荣泰与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 南下探视陈水扁 寻求化解其见 双方见面后 陈水扁22号在脸书发文表示 不赞同吕秀莲参选2020 吕秀莲距离当选显然最为遥远 所谓喜乐岛联盟党临时提名吕秀莲 难道只是为了拉下蔡英文 不惜让韩国瑜当选也无所谓吗 陈水扁说 韩国瑜也说过 只要他当选 陈水扁就会抓回去 这是一心一意 停扁就扁的陈水扁们 所愿意看到的吗 而对于陈水扁的说法 吕秀莲则回应称 这是因为陈水扁 还在期待蔡英文释放他 尤其有自由人的言论自由 跟不自由人的言论自由 我其实我太了解 他必须第一时间 让蔡英文说 诶 吕某某选举不是我支持的 另外对于吕秀莲参选 蓝营方面认为 只要吕秀莲参战 就会裂解民进党 会有利于国民党韩国瑜的选情 因此有人还帮吕秀莲联署 我已经把这个联署信 摆在各位面前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我话不多说 有没有笔可以借一下 直接用行动签 希望不会给你为难 我票仍然投韩国瑜 报道称 帮吕秀莲冲联署 但2020票投韩国瑜 可以说是近日国民党共识 我不看这个现象 所有的诚意 我都欢迎 就会感激 他没称 吕秀莲的联署之路 蓝营的祝福 竟然给的比绿营还要多 我都会感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